这个混双第一项来进行 那么男双是最后一项来进行 洪彦哲和小韩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 是苦战三局不敌 湖北的卢凯和秦桧指 比赛呢是由任祥宇来率先发球 场上呢各有两位 各有一位00后的选手 梁美坑是2000年11月份出生的 而这个冯彦哲刚才我们介绍了 是2001年2月份出生的 所以呢都比较年轻 任祥宇98年出生 身高是1米80 他在国家队呢是男双 曾经也搭过欧宣役 也是混双搭过周超敏 2016年进入到国家队 他是出生于四川卢州 现在是在这个广东队来接受训练 从广东东莞体校培养输送到国家队 球杀在网带上之后形成了滚网 南北坑呢在团体比赛当中 还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打法积极主动 虽然个子不高 进攻火力十足 打法积极主动 打法积极主动 这就是一副当关万副莫开的节奏 张南是这个充分地展示了 自己封往的能力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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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 在今年这个东京奥运周期里面 张楠他还是很希望能够 再次这个挑战自己 所以但是国家队的这个方案 就是给他一个新的搭档 欧轩益 因为两个人的这个 合作排名相对比较低 所以他要在一些比较低的 级别的比赛当中来开始打起 对于张楠来说呢 他的职业生涯呢 又遇到了新的考验 接发球接出了一个滚宝 任祥宇昨天就和冯彦哲 有过一次交锋了 他们是在混合双打的比赛里边 昨天的这个半决赛 是冯彦哲和余小韩的搭档呢 是这个三局战胜了 任祥宇和冯学颖的搭档 男双的节奏要比女双要快多了 刚才这个比赛 刚才看完女双之后 再看男双的这个比赛 这个球路的组织和进攻的速度 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两位坑发球 和冯彦哲和冯彦哲和冯彦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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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 金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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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 二十七 六 这个起跳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双脚起跳的能力 其实这个梁美科鸿呢 在团体赛里面 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 他就属于那种身材不高 但是非常有爆发力的球员 这场比赛北京队来说呢 冯彦哲的体力是一个问题 今天从那场混伤比赛里 就看到这个冯彦哲 还是体力上面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如果后场进攻的这个人 他失去了这个体力的保证 那么他就相当于 他们就是少了制胜的武器 形成了二打一的一个局面 好球 后攻前锋 6比8 北京队的支持者还是不少 从昨天那个现场来看 就是北京队的这个队友啊 可能都是在现场来加油的 广东队的两名选手打得非常兴奋 看看这腾越高度啊 真的是 让梁北坑又是准备在后场的进攻 又是梁北坑又是梁北坑在后场的进攻 當然那種球確實沒有什麼質量 能把球處理過去是不夠的 張楠在前場動落脫兔 一個搶撲 沒有上當 把球放過去了 是對的 這個廣東隊的 平推球出界 8比9 現在是張楠發球 來 來 發球 10比8 跟梁瑋坑的搭档里边 主要还是负责这个连贯的 组织球路的一个球员 10比8 长短喊一声上 让这个冯彦哲在前场的来封网 但是他真的就是个子比较高 1米95呢 就是在前场的时候 他觉得动作会比较的大 所以奥运 东京奥运会是推迟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对于张楠来说 31岁 他还是希望能够拼一把 他觉得印尼的老将亨德拉 都到了37岁 依然有很好的竞技状态 还能继续再拿世界冠军 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更合适自己的搭档 也创造阿珊 荒诺拉这种组合 这种佳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除了 站好 哦哦 收 扬 提前衡 去 好 十三 广东队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在连贯速度上来讲 广东队是站着上风的 十四 对 你先过来 一些大的 你先过来 招 广东队的两名选手呢 这个身高呢相对来讲 比北京队要矮很多 但是他们在这场男双的比赛中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场上只剩下张男一个人了 结果任祥宇啊 忙中出错 想把这个球打得更边一点 结果真的是 勾出了边线 河远哲去换球拍 他那个拍线打断了 北京队再追一分10比14 抓换球 抓换球 抓换球的进攻非常果断 其实运动员奸相啊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随着运动员年龄的增长 他的这个尖相呢 一日两赛这种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 所以现在在顶级赛事当中呢 国家队慢慢呢 就开始采取 尽量地减少运动员的尖相 在比较青年赛的阶段啊 可能还有这种尖相的这种情况发生 双打或者是混伤 同时尖相 但是随着比赛的这个进行 慢慢呢找到了相对比较固定的搭档 和技术打法之后 基本上就是说专项了 两位坑是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男双的冠冠军 也是运动健将 还是很有天赋的一名球员 林祥宇在2018年获得了 美国公开赛的男双冠军 这个是比较低级别的一个世界巡回赛 但是2018年的新加坡公开赛 它是也获得了男双的亚军 新加坡公开赛的级别就比较高了 按键公开赛 第二个 打完球 十三比十七 打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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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比十三 打完球 打完球 十九比十三 廣東隊還是通過快速的移動速度 連貫真的是更快 继续扩大比分优势 19比13 这回合好累啊 听说连续的下压打不死啊 结果还是失误了 刚才这个冯彦哲这段防守还是相当精彩的 可以看到这个任祥宇的进攻火力 比他的搭档两尾坑要差一些 就连续的下压打不死 最后还等到了这个失误 冯彦哲还等到了对手的这个失误 因为他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 冯彦队再追一分14比19 场上又只剩下南哥一个人了 这一次广东队跟进得很快 这样任祥宇和梁美坑 再次把比分的分差拉大到了六分 也是第一局的绝点 球发短了 球发短了 第一局 陈远哲这个球发得太高了 第一的要求就是他们保持住现在这样的一个连贯速度 耐心打 现在只有火力全开的一个头顶进攻 得分1比0 广东队的进攻 节奏的变化 收掉一拍 两位坑 还是收掉 中杀一拍打两个人中间 防守不错 北京队至少还是活球 广东队还是保持着进攻的优势 没办法了 后攻前锋 但是得这一分也真不容易 消耗了广东队不少元气 很精彩啊 南双的速度太快了 广东队这场比赛的开始啊 就是得益于他们在场上是很兴奋的 很渴望着这场交手 大街发广东队形成了优势 其实有的时候啊 身材矮的运动员反而是有上手的优势 他能够发上力 而对于高一点的运动员呢 这种网口高度的一个抽挡 面部高度反而是不太容易 有空间来发力 加油 何彦哲在第二局的两分 都是他的这个中杀得分 张南这个球啊 推的对角线真的是很突然 对了 请打一拍 两个人轮转 张南在后场 打一滑板 漂亮啊 真的不容易 因为何彦哲在网口上面 他的这个抽挡 就是他得蹲得很低 给张南闪出这个空间来 要不然这个平抽挡 在网口上面 就是来看反应速度了 是只好里没有一千里 重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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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空盅 重发球 可惜了 张南刚才那个反拍挡网的轮转 真的是很好 可惜这个节奏还是没有完全的连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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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林队现场的啦啦队 声音还是非常亮 非常响亮 3比4 仁祥宇 梁美坑 落后一分 球出界了 4比4 4比4 广东队的教练就一直在提醒队员啊 不要着急 要控制好节奏 就生怕他们就是兴奋过度啊 加油 加油 也是张南乐起在空中像舞蹈一样的 一个蓝调 八九 五 这时候看到张南那个大哥范儿了啊 就是 鼓励这个冯彦哲 不得没事儿 因为这个运动员确实是比较辛苦 他这个这两拼一直是 这个 瞬间二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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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张南是偷后场 但是 我们看到任祥宇啊 向后蹬跳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判断 漂亮这个摆脱 漂亮这个摆脱 反派位的往前位了 我们看这儿 都去救这个球啊 结果后场的空当还是露出来了 整体来看广东队的移动速度比较快 因为他们而且这个比较灵活啊 所以他们在场上的连贯速度还是有优势的 一路再来 突然 不得 因为 快 时 高 我们 看 你 看 就是 人 第一比赛 七比六 七比三 揭发搓了一个滚膀球 出界了 花表 好 七平 又是树在发接发上了 可能在这一分丢在发接发上 培芬很纠缠 有敌深入法 这个球两尾坑的强杀 杀在了网带上面 其实真是一个机会 张楠的后场挑高球 并不是很到位 两尾坑在往前很灵活 很坚决 你看他这个球拍 拍头向上的这个推球 推得很快 动作的连贯相当的流畅 9比9 真可惜啊 张楠第一拍的这个球 杀得很尖啊 结果呢 两尾坑 又是两尾坑 就是推了一个底线的身躯的球 张楠的判断影响了这个球的处理的时间 广东队反超10比9 第二局啊 两个代表队之间的这个争夺 更加的白热化 这球就是一个弹底线 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在线上 10比10 冯彦哲发球 两尾坑进攻失误 江南发球 现在是广东队的两尾坑接发球 哦对不起是冯彦哲 对不起是冯彦哲 发球 原想已在对手快速连续进攻的情况下 谈底线再次出现失误 看看北京队能不能有机会 把比分跳开 这种毕竟这个场上 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呢 就是这个双打的 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张楠 他虽然这个年龄上面呢 是比较年长 但是从双打的这个发展趋势上来说呢 还是属于当打之年 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 果然是出现了 就是在比赛经验方面 这个张楠会掌控着场上的局面 更多一些 这个球的在后场 脚下打滑了 这年轻选手在比分上面 被对方领先的越来越多 他会心理上面出现一些波动的 太久了 就不见了 会心理上面 就是要是 用着 过程 跟刀 这招应 就有那波动的 看来 的 付赢 现在 他 Egypt 就马兄 十二比十四 人相遇 发球 打到两个人中间 结果 其实广东队并没有处理好 结果张南和冯彦哲这边 也出现了一个 连击 杨伟空在手上的准心方面 稍微的有所下降 其实他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 已经出现了几次 就是主动的假动作寻求变化 但是反而是出现了失误的情况 北京队打得很坚决 发现连续进攻的机会之后 一直都不手软 在这个连续进攻的过程里面 保持着快速的连贯 再拿一分十六比十四 想改变一个发球节奏 张南的发球再次出现了失误 他是 今天他就是想通过这种快发球 造成一个突击的效果 因为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 因为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 都看得很紧 因为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都看得很紧 南掉 收掉 收掉 杀一拍 放网 放网 北京队进攻 北京队进攻 这里确实是空档 这里确实是空档 张南的旧球还是不是很到位 就是一旦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 就是比较难打了这个球 这个多拍也是精彩 很精彩 攻防转换特别快 整体局面对于广东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他们已经先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而且赢的还是比较轻松 所以从心理上面是有优势的 但是现在就是看这一对年轻的广东小将 能不能在关键的比分上面保持心态的平稳 不要急躁 不要出现这个想用怕输的一种状态 毕竟对面的这个张南啊 是这个商打大满贯的得主 毕竟要是失误在一个假动作的这个挡网上面 他还是希望多采用一些变化 接发 抢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很激烈 特别是在发接发 双方谁也不肯相让半步 比分反超 但也只有一分的优势 18比17 可惜了 这个长男的失误啊 都是在面部高度的这种抽到 确实是对于张南和冯彦哲 这对身材高大的选手来说挺难受的 广东队的兴奋程度啊 再度得到了提升 已经队缺回了一分 也引起了看台上面队友的一阵骚动 还是有机会 张南发球 比赛已经来到了很关键的时刻 采用这种晃点对方的 改变对方发球节奏的这种方式 都是在斗智斗勇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 出现了这个冠军点 任祥宇 梁伟坑 来自于广东队的这队组合 手里有两个冠军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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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连贯速度啊 始终的是掌控着 往前的优势 这样任祥宇和梁伟坑 在这场比赛当中